巴黎球 得分 再打算一点 孩子接续轮流回答问题 第九届原住民族语言单词竞赛 高雄市初赛22号盛大举办 共27组的队伍近200名的选手 齐聚一堂用族语以评高下 而为了鼓励更多族人来报名 今年也将过去的亲子族改制成亲子传席主 从一组只能两人参赛的规定 增加到五人欢迎家族亲友来报名 而今年参赛年龄最大的一组 就是从花莲光复乡移居到高雄市的 三代同堂阿美族家庭 平常的时候是跟我的孩子 我还是尽量用母语跟他们讲话 没有得名也没关系 我们是想说没有得名的话 至少我们有学到更多的族语的单字 确实是有 今年的特色就是把这个亲子族改成亲子传席主 希望参与的参加这个单词竞赛的族人可以更多 而且是从家庭主队来参赛 让这个族语的传承可以从家庭来开始扎根 除了亲子传席主 还有国中校以及兵委语言主的竞赛 其中桃园区新中国校派驻了撒罗族以及布农族 分别在本次赛事中拿到第六冠 以及第二冠的双冠军名次 学校就认为族语能力的培养与身处的环境 有很大的关联 在我们学校我们两个族语都是很重视的 不只在本土语课程的教学都很重视 在我们平常经营的环境 我们孩子们其实他们都会学双语这件事情 所以小朋友其实两个语言 大概都会听得懂或听说一点 就是让孩子就是可以知道说这两个族语 在我们的社区是两个族群是很重要的 而在本次出赛拿下好成绩的选手们 接下来的挑战就是迎战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手 高雄市原民会就期盼今年能够延续去年兵委与别国小国中组冠军连霸的好成绩 为族群伟家乡争取荣耀 新闻老宝子高雄市采访报导